今天就是端午節了 除了提供大家氣象資訊外 也要跟大家來分享一些 有關端午節的有趣的習俗 還有禁忌 我們來看到下一張圖卡了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過 這一句閩南語的俗言呢 還沒有知道五月的粽子 棉被和衣服還不敢收起來 這意思就是端午節前 天氣還是會忽冷忽熱 不過到了端午節之後 這天氣就會比較穩定了 不過說到端午節 大家都會想到吃粽子 其實粽子除了紀念驅源之外 還有代表考試順利的意思 至於我們大家很常見的 像是華龍舟還有栗旦 這分別代表什麼意思呢 一個是送走災厄 送走厄運 同時栗旦是代表迎來好運的意思 而繼續要來上市看到了 不過在這裡也要特別提醒您了 因為大家剛剛說到吃粽子 其實吃粽子的時候 也千萬不要太放縱了 醫師就提醒在享用粽子的時候 可以來細嚼慢驗 也可以多喝水控制份量 或是分次分時 才能夠稍微減緩償負擔 不要帶來吃粽子 可能會胖了好幾公斤 或者是消化不良的狀況 至於今天有哪些地方 應該要盡量避免前往呢 在先行時代其實就認為說這農曆五月是毒月 因此又稱農曆五月是五毒月 特別要小心到了除非呢 因為要這個五毒月 大家說真的有很多的傳染病 除非真的生病千萬不要到醫院裡頭 另外像是森林還有海邊 也可以盡量避免前往 不過當然還是要特別強調 這些都是民俗觀點 就是提供給您做參考了 我們繼續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我們來看到的是衛星雲圖 這幾天假期濕搭搭 這全台都有雨 而今天的天氣 其實和昨天不會到差太多 封面逐漸北台 遠離了台灣北部海面 不過西南風仍然是會帶來暖濕的空氣 而其中在中南部受影響是比較大的 會出現不定時的震雨或者雷雨 而北部的範圍較是比較局部的 不過各地的重點都是 午後的雷震雨會比較明顯 特別在山區會有局部大雨發生 而外出的時候 仍然是要把雨傘雨距都帶好了 我們繼續來看到今天的溫度 目前室外溫度台北的部分26 花蓮25 那麼台東28蠻熱的 恆春26 繼續看到這新竹27 那麼嘉義到高雄大概是27 26度左右 而其實今天各地的溫度都會回暖 比昨天再熱一些些 在西半部的高溫上看到32到34度 而部分地區的溫度是更高的 在東部也有30度以上的高溫 而特別是沒下雨的時候 這天氣會比較悶熱 外出的時候也要來多補充水分 而最後我們的氣象小丁寧 在廉假期間是環境偏濕有雨的 山區活動要特別來小心 尤其在未來一週下雨的天數可能會比較長 中南部山區也要留意貪方落石或是積水淹水的狀況 此外在週三之前 馬屬還有金門亦有低雲或是區埔物來影響人間度 還要留意航班資訊了